12月19号 广东独立作家黎学文 他在广州火车站遭到警方带走 据信黎学文被抓是因为他参加了 今年7月在广东新会海边举行的祭奠 刘晓波的活动 今天黎学文的律师格勇喜前往新会区 看守所和衙南镇边防派出所 但是没有人会见到黎学文 那么当局为什么持续追捕海记案的参与者 黎学文又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呢 好 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黎学文的朋友温云超来介绍 温先生你好 你好 大家好 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你所了解到的黎学文目前的情况好吗 我们现在从朋友的那里或者是外界报道 我们也目前知道的情况也不多 也就是说他在19号下午去火车站 接一位朋友的时候 然后就此失联 他在失联之前也跟朋友发出过失联要被带走的信息 然后在此之后就没有进一步的信息更新 那我们今天早上 美东时间今天早上 从那个歌勇喜律师发出的信息 也知道就是说歌勇喜律师 并没有在新会见到黎学文 也就是说黎学文现在应该是处在一种传唤的状态 还没有正式被巡视拘留送到看守所 应该是处于这么一个状况 好的 那么新会海记呢 我们知道它是发生在今年的7月19号 刘晓波逝世的头七那一天 如今都快过去半年了 当局为什么还穷追不舍呢 我想对刘晓波祭奠活动来讲 就是说一直是当局非常高度紧张的事情 包括对刘晓波做海记的处理 包括像今天传出对另外一位政治犯杨天水 做骨灰撒海这样的一个处理 我想都是当局在恐惧民众对这些政治犯的悼念 所以对于新会的这个头七 对刘晓波先生的海记案来说 对当局这是一定是一个非常高层 及批示过的案例案子 所以就是说对于专案组来讲 对于当地警方来讲 他们没有把所有的参与人员 集拿归案之前 并且就是说走完法律程序之前 我想这个案子应该是不会被谍案的 我想这也不难解释 就是说为什么李雪文在五个月之后 一旦当局发现了他的行踪 还是把他果断的集拿的一个重要原因 好的 那么我们知道李雪文这个人 他这几年跟公共管理部门发生过一些冲突 那么这一次他被抓 您认为当局会如何处理他呢 会不会像其他人一样积压一段时间之后 就把他释放 还是会被起诉入狱呢 您看哪一种可能性更大 我对这个情况就是说没有那么乐观的解读 因为李雪文在几年前曾经被刑事拘留过 并且也经过一个月时间 然后才起保候审 并且过往李雪文作为艺作家的身份的色彩 也越来越浓厚 他过去几年在广东 在其他地方不断地受到当地国宝的驱赶 想把他驱离居住地 驱回原籍 所以在我看来当局可能对李雪文会有更 不会太轻易地放过李雪文 但是我们也从华冲那个案件 华勇的案件 我们可能也可能有一点点乐观的期待 就是说现在还有还没到48小时 结束刑事传唤的时间 那48小时后是不是有好消息 我们也或许可以等待另外一个结果的可能 但是我个人感觉就是说不会太乐观 至少可能要像其他人那样 走完一个30天加7天的巡视拘留 和取保候审的程序才能够获得自由 好的 我们感谢温云超先生 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